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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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宿舍卧堂会 我是老宿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 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首先呢我是一个胖子 小孩子就是不懂事 然后那个时候就嘲笑我 然后我就觉得全班的人都嘲笑我 对着我笑 我就觉得很没有意思 就觉得这群同学就很没有 这个同情心 同理心 就我胖又怎么样了 就是大家有没有因为小时候 因为自己胖自己瘦自己黑 自己高自己矮自己丑 在公平上帮我打一下 保护 真的 我觉得那个时候 同班同学 同理人的这种嘲笑 是非常有伤伤力的 但是我手足无措 我还在哭 我哭的原因就是 为什么我是个异类 我当时就在哭这个 然后当时我对生活也失去了 希望 希望 就像有的时候大家给我发短消息 说一些事情很绝望啊 很痛苦啊很难受啊 这种东西随着慢慢的年龄增长 然后随着这种觉得 这就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个低谷了 不会再有了 但是后面往后走的时候才发现 我的人生的低谷才刚刚开始 后面还有很多的低谷 等着我去找的时候回头再去看 就觉得 哎呀 同学以前上音乐课 还一起笑话过我 这群同学真好 就是因为你看过的人渣太少了 当你看到的人渣 当你看到的人渣 只是有限的数额以内 你就会觉得 有些开玩笑的同学 他对你非常的不好 其实回头来看的时候 觉得这根本就不叫事 就像有的时候我女儿 我说她两句 我说你这个吃饭不好好吃 一下子想这一下想那 以后做事情也做不好 她就哭成了 我就有时候每次的哭 就让我觉得很奇怪 后来我发现很正常 我也去问了一些育儿的专家 也看了一些育儿的书 就是孩子有至尊心是一些好事 当他没有死脸的时候 他有至尊心是一些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现在看到我们视频的这些朋友们 可能更多的是小学生 初中生高中生 不过也有很多的大学生 毕业了之后等等 这样的这个年龄跨度是比较大的 我觉得大概是从10岁左右 一直跨到了40岁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论处于什么样的年龄段 我都想跟大家讲 不要太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 你在人群之中 不论是胖、瘦、高、矮、黑、白 还是因为有一些病里 导致了你的脸有点雀斑 或者有点坑坑 我以前这里这一片全部都是痘痘 后来长了胡子之后反而好了 就是因为你的不一样 在人群中不一样 如果别人会投了异样的眼光的时候 请你跟自己微笑 不用微笑给他看 就是不要说 这个世界给了我很多的痛苦 我要给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不是的 为自己而活 你就是这个世界上不一样的烟火 就像我妈妈最近 接着我就说 说我肚子很大 她也是为我好 自己的亲妈对吧 我万一遇到什么事情 愿意换胜 愿意换心 愿意换肝 给我的亲妈跟我说的话 肯定不会害我 但是她也会说 你看你热心的胖子这个样子 对吧 你看你以前是吧 多帅 我妈还特意跟我说 要我把B站的头像 换成我以前最帅的时候 就是要我有张B脸 就是 不是骂人啊 就是B站的B脸 然后有一张B脸 可以记得 能够回到原来的这个状态 因为毕竟还年轻 我觉得我妈妈说的非常有大力 所以呢 不要因为你的不一样 而觉得 别人对你的看法有多么重要 其实别人对你的看法 我认为 一点都不重要 你像我 长胖了 是因为 我那个时候很敬业的去到美食主播 确实是一天 去一个地方 要吃很多的东西 要吃很多餐 然后回去呢 要开很久的车 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运动 因为家里有很多的事儿 我们还有孩子 你看看现在的很多拼的人 他要么就是不陪孩子 要么就是没有孩子 但是孩子不陪也完蛋 所以我们现在每次 现在已经五岁半了嘛 就快六岁了 这种陪伴的时间 在后面会逐步的 由他小时候变得更少 所以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 把我们的工作开展好 就包括我的这个身体的减肥 再一个我想跟大家讲 往往有时候别人看你 如果大家看你没有一样的一些东西 说明你很普通 如果你很普通的话 在就业也好 工作也好 说明你也没有什么特点 所以你有时候就会发现 为什么往往一个影片里头 他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胖的角色 有一些个子高的角色 有一些个子矮的角色 因为他们往往就是拥有不一样的特点 你会发现长得胖一点的人 第一呢很贪吃 第二呢很懒惰 第三呢很乐观 个子很高的人呢 他可能很冷酷 但是呢 他的运动能力啊 还有他的这种状态啊 就会让他更像一个绅士 更像一个王子 更像一个运动员 个子矮一点的人呢 就话特别的多 为什么他要在人群 因为这种个子比较偏矮的人 他往往很聪明 聪明的人他不长个 他往往很聪明 然后他需要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之中 哎 就是能够信手拈来 然后跟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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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间的沟通啊 都非常的顺利 你买个什么东西 他马上就可以拿给你 什么怎么样 就感觉很专业 你会发现很多的动画 很多的电影里 这种小个子的人都有这样的一种属性 就是很精明 然后再就是女孩子里头有很漂亮的 有单眼皮的 有双眼皮的 就往往以前我们看的琼瑶剧啊 什么环珠格格里头那些小燕子啊 眼睛都很大都很漂亮 但是你看我最近在非常沉迷的看了一个东京大饭店里头那个 眼琳瑶的操模眼睛非常的小啊 但是也很有气质啊 啊喜欢东京大饭店的可以刷一波弹幕啊 喜欢牧生拖宅的可以刷一波弹幕 我很喜欢牧生拖宅 所以呢不要太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 你就是这个生活中不一样的焰火 你就是你陪伴你自己追究的 也就是你 请去做那个独一无二的你 充满着信心去迎接生活的挑战和独打 同样 当你很好的去爱你自己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些独打 其实是拥抱 其实是信主 其实是对你的赞歌 因为什么样的人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看到了什么 就是他心中的样子 你会发现这些独立的 所有人都会发现这些独立的 那么你还是会发现这些独立的